离谱 公共厕所召集有占据 冰箱插电放置无人管 台中市中区新中停车场内 暂停使用的残上公厕 爆出长期招游民占用 常常来这边搭车 奇怪怎么有很多很多的游民 常常聚集在这个公共厕所的前面那边吃东西 聊天喝酒 后来我就注意到旁边还有一个残上厕所 仔细把他一看怎么出入口被围起来 又看到有人在出入 甚至看到里面有冰箱 里面有人住 我才会觉得说哇这个太离谱了 太夸张了 直起公厕被游民霸占何先生 痛批太离谱了 游民大啦啦把公厕当自己家 连冰箱都搬入内 还插上公共用电使用 却不见相关单位处理 简直陷入无政府状态 大概从有BRT这个站 一两年来都有这种情况 没没没没 差不多一回而已 最近一个礼拜来观察 每天都看到有人在里面出入 我看有人在里面洗澡啊 根本就是居住起来啦 很离谱的事情啊 我们有情不停潮在哪里 看完我们就牵到啊 苹果新闻网7月24下午 实地走绑该出停车场 公厕的玄关处确实放有两组冰箱 插电运作中 里面还放有食物 在公厕里面的女子说 她跟老公只在这里放东西 没有住在里边 而除了公厕被占用外 新中停车场旁 原BRT行货中心 户外的木棧板 也一样被游民占据 床垫 棉被 瓦斯炉 行李箱等 各式家具应有尽有 连内裤都挂在栏杆上 仿佛把这里当成自己家 谁状况是身体受伤啊 身体行动都比较不方便啊 每天都要上班都不会啊 台中市交通局停车管理出表是 第一次听到公车被发展 会立即派员前往 要求物主限期搬离 否则这样已被欺误清除 但坦诚该停车场 确实长期有游民逗留 所以每个月会跟社会局 环保局等有关单位 到场会看两次 然而有些游民不愿意被安置 他们也很伤脑筋 只能尽量劝离 东西文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紧